這個車子買五萬嘛 傳動這些耗材三千塊 換了個座墊五百 這個把手兩百 然後後製性也差不多兩三百 總共是四千塊的成本 五萬四 我們看到這延平北路的老闆都賣七萬三七萬五 那我們比他便宜一萬塊賣個六萬三好了 大家好 我們是捷運汽車 今天呢 我在看這個車輛的拍賣 我看到很多法拍的摩托車 然後我手無癢了 按了一台DRG 然後成交是五萬塊 如果是我們忠實觀眾就知道 我是先賣二手的摩托車 等到一筆錢 然後才開始做中古車的 也就是說我第一個事業是賣中古的摩托車 我們等一下把這個車子從法拍廠拖回來以後 教大家怎麼樣分辨摩托車的好壞 然後先低一點 市場調查嘛 這台車子是2019年DRG 我們去看一下 台北市最黑的機車一條街 延平北路 他們這樣子的車子賣多少錢 然後呢 來看看我們五萬塊的成本 買回來怎麼整備 實車拆解 給你看一下 拆開來會不會被這車子撞過了 教大家 微型創業的一集好不好 就是怎麼樣做中古摩托車 我們到了延平北路的 騎車一條街 我們這種質疑是都蠻酷的 你知不知道我以前賣的幾台碗 可是你才會看什麼 喔我已經已經聽過了 好不好 看你這個答案 我賣的差不多三十萬元 我從零囉 從我媽媽買給我那個RS 我就是來這邊估價 顧一萬塊 然後我花一點點錢整理 後來賣三萬以後 太好賺了 然後開始賣了 大概存到快一百萬 才去賣車 才去坐車 老闆你有沒有DRG的車 外面都有咧 外面有幾台 2019年的多少錢 2019沒有咧 那你有幾年的 2020的 2020的 要賣多少 七萬二 七萬二 那跑多少 都兩萬八左右 還有人跑一萬三的 七萬六 都是要跑兩萬八的多少錢 那個七萬三 這台有口過氣的 這台比較便宜 七萬八 謝謝 我也需要跟你講 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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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台是用DRG的車 這台是幾年的 這台是20的 那這個賣多少 一萬兩千八 好 一萬嘛 對 就是你看他 買下來就是這樣的 那這種里程有保證嗎 我不曉得他被我調 我今天會這樣講 我買下來就是沒動 完全都沒動 好 謝謝 這種東西是這樣 你不要妄想摩托里程是準的 因為呢 他這種如果 是真的去到法院的話 他這個 就是金額太低的話 其實不算是 即便被抓到也不算詐欺 應該是這樣子 你自己有在玩車嗎 我玩大車不玩小車 他這台算是有改裝嗎 有 稍微小改 自動的部分 管路還有那個懸吊 就是如果你論 單價價值觀的話 一台摩托車 可能花個幾千塊 就覺得了不起 可是其實摩托車花到上萬 甚至上萬的人 其實非常的多 這台車是什麼 雙升車 就是同一顆引頸 然後同一顆調 只是車型 那個結構不一樣而已 因為這台車 當初最大的詬病就是 起步太怪 車廂太小 當初就是這台車 優點就是 他運動性很強 是以國產的車來講的話 所以很多年輕人會買這台車來跑上 哇賽 他還要改 改這個 鈦螺絲 一般這個都是給 看得到的地方 可是他今天外面螺絲都一般 他只有裡面是用 那個什麼彩鈦 彩鈦 最大的原因 我覺得最值得就是 因為 帥啊 他很超方便 這DRG號是什麼 我不需要的時候關起來 很潮的設計 以前都是直接轉這邊 他是直接給你這樣子 你都不笑 我就覺得好尷尬 算了 算了 我覺得我們還是gap不到我們彼此的點 這樣就可以一直下來了 磕 拿掉 骨架加電線就好 在這邊 然後後面整個層組 那拉下來這樣子 是什麼 這裡面 怠速那個啟停啊 因為這台車有啟停功能 就是他算是控制器 然後這個是有 裡面還有整流器的功能 壞掉很貴嗎 這就貴了 電腦 可是應該可以送修啦 可是摩托車起停會不會很奇怪 不會 這個是現在那個新科技的技術 起停這個功能 本來就是讓你達到省油的功能 最主要的設計目的 如果以後啊 你那時候有自動駕駛 呃 還有一段未來的路吧 現在目前聽說 HONDA已在著手 自動轉彎 自動導向的車子 會幫你壓彎喔 有啊 YAMAHA跟那個也都有啊 聽說這個黑客機很強 這目前可是聽說只都在 大型西西樹的那個兩輪摩托車上 其實算好拆 有拆過摩托車的話 它的有些結構大概的邏輯的 夠位置基本上 不太會差很多 這就是我們講的那個 Iris電腦 Iris台灣自光那個品牌 它不只坐摩托車 它騎機車其實都有坐 你現在拆完我真的不敢騎摩托車 為什麼 但是以前早期有在玩比賽車的 我在跑比賽練習的 很多都是車殼也沒裝 這樣子就直接上去去練習 要是在這兒嗎 不是 是因為殼摔來一直修很麻煩 這個是傳啊 是不是 傳動蓋 有改裝這個整個開掉 然後露成裡面的傳動樣子 第一個 其實最大原因是 有的人剛速比較大 可能改到我們常講的那個 七二啊 一個鋼以上的那種的 才會因為要增加它的散熱 所以會比較好 可是其實這很有危險 因為你只要有個石頭 跑進去裡面 你整組的傳動就壞了 如果你又是高速行駛 就會摔車 那為什麼他們還願意這樣壞掉 這個部分我疑慮都回答 因為算 你只要去台灣 北部有名的山路 五指山 台七椅 北椅 你就可以看到他們的傳動 五彩繽紛顏色 各種鏤空都有 要講個比較公正的話是 每個人都有他們的選擇 但是可以做自己 但是不要去影響到別人 這才是最重要的 年輕人的傳動 改裝的 看起來有一點力 像一般普利豬啦 這種東西就是 它應該正圓形 可是這一面切角 感覺就很像是 一個弧形啦 就是它不是正圓的 然後這個它有一點 磨到就是有一點點 就是不是正圓形這樣子 這樣加速上的話會有影響 有沒有像去市場買菜 你第二站做什麼 更換機車做店 二好了 二 多少錢 這個換機車是五百塊 等一下再看海綿要不要處理 你們這間店開多久 四十年 四十年喔 它這個為什麼有套子包起來啊 原本的皮有車縫線 還是會跑水進去 真的還是有水 對啊 因為我知道有些還要 黏上去補嘛 然後削嘛 然後還要再把它補起來 這是噴膠嘛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皮是你們之前已經裁過的嗎 對 我們已經要一個形狀出來 噢瓶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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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酒煎 剛剛買完肉 我們現在買完青菜了 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 皮帶 空濾 機油 齒輪油 葡萊瓶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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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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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看最後可以賣掉 好 我們拆下來的殼就是把它清洗一下 目前的觀眾已經覺得 你這樣衝浪車子壞掉 其實都是這樣幹的 除非是你自己的愛車 你才會很輕 很細心的遮蔽慢慢擦 通常都是高壓水箱 把所有的髒污清掉 因為摩托車不可能花很多時間跟成本翻新 所以就把幾個看起來很舊的部件換掉 那這髮手怎麼開 你知道嗎 兩個方法拿刀片一割就掉了 不然就是噴氣 會不會我們這個影片一拍 大家都跑去坐中國摩托車 等十年後 你就可以變成捷運汽車的老闆了 這個通用型的 比較緊一點 專用的話會比較好用 我們分左右 它在安裝的同時 我們把這個 這個是前一個客戶自己噴的嘛 這種很喵的地方把它弄掉 用鐵絲噴氣噴氣噴氣 不過如果你要很細的話 是用那種模型的噴槍 然後呢 前面先做砂紙的拋光 會比較好 但是我們沒有這麼多時間 我們就用最快速有效的方法 沒有想過我以前做烤漆的吧 要慢慢噴 噴一下等一下 噴一下等一下 不然它會 上面會有一層 像流鼻涕一樣 這個就有點噴太多了 然後不能太近 技術退步了 以前可以噴得很漂亮 現在 酒沒弄了 其實這種你知道嗎 就只有蹭一下 蹭剛開始漂亮 蹭剛開始漂亮 蹭那高手上一蹭就掉了 為什麼 這叫冷烤漆嘛 就沒有熱啊 所以我們這個把手也換完了嘛 我請師傅把所有東西都組裝上去 然後再做盤動的更換 機油的更換 指輪油的更換 按煮能量 油 火灭 油 炒 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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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糖 機車的空墨差太多的東西 這是舊的 應該看得出來哪個是新舊的 其實它沒有所謂的手錨 只是都會建議檢查 因為這個都是吸的東西 吸的東西它靠它過濾 就跟汽車一樣 你過濾的東西進到檢訊裡面 你太髒 你吸久了之後 吸氣量不足的時候 你就會騎起來最明顯就是 感到會沒有力 對 一定會有差異性 這個是它的那個 頤器跟那個大彈簧 這個就是新的 新的傳動 這個就是裡面有那個不利豬 三陽正常皮帶 它是裂了還是怎麼樣 裂了 這裂了 新舊皮帶 一樣都是正常的 然後這個看起來還好的 我們拉裡面這邊 這邊光滑 沒有事 可是這邊一裂幾了 它這邊就像 這樣龜裂的那種感覺一樣 對 就代表這皮帶就是要蓋換 從前面的 轉動裝上去之後我們可以先露個機油 一般摩托車大部分機油大約都是一公升 或是900或是850cc就夠了 鎖緊剛好就好 不要鎖過頭 看像齒輪油這邊 齒輪油其實沒有很多 大概不到 不到100多cc吧 這個其實外面的車行都會叫你 兩次機油 然後換一次齒輪油 因為摩托車跟汽車不一樣 是摩托車是屬於高轉速引擎 這邊卸完成 那我們就是把傳動蓋裝上去 就是我們家的齒輪油 齒輪油通常它這一節裡面 它會有一個預設就是 你就是你只要剪到這一節就可以了 其實它有一個開孔 然後從剛剛的地方這樣子 又像擠壓膏一樣 台車的齒輪油設計差不多是 接近一罐就可以了 加機油孔在這邊 因為原本預設之前 我習慣我漏機油都會打開機油孔 讓裡面外面有空氣跑 既然不會 像洩漏機油會比較快一點 我的習慣啦 我大概都會加到大概800左右 會先在戳一下 這把剩下的倒回去 那一台就是剛剛好 好啦 最後一部分剩美容的部分嘛 對不對 你們應該不知道 像這種內裝對不對 以前我們怎麼還原的 我做給你看 有三種方法 一種方法是什麼 塗廢機油 這一種塑料對不對 它就需要有油去讓它還原 塗機油是一個最廉價的方法 但是你會塗完以後對不對 如果你擦拭的不乾淨 會油油的 第二種方法 用噴燈 你有沒有發現 你開始預熱油 它的顏色就變深了 但這個要花很長的時間做啦 就是因為你如果太熱的話 它就溶掉了 所以要慢慢加熱它 搖晃的原因就是要不要讓它 馬上就那麼熱 其實現在大部分都直接噴辣 很多這種什麼塑膠還原器啊 塑膠還原辣啊 噴一噴就長得不一樣了 這兩個秘密武器 三材水辣跟塑膠還原器 來把它弄得煥然一新 這個車子買五萬嘛 傳動這些耗材三千塊 換了個坐墊五百 這個八手兩百 然後後製性也差不多兩三百 總共是四千塊的成本 五萬四 我們看到這延平北路的老闆 都賣七萬三七萬五 那我們比它便宜一萬塊 賣個六萬三好了 就是這一集是 叫大家做小生意的技巧 那其實我當時就是 自己去賣了很多這樣的摩托車 一點一滴 存到可以做車子的錢 然後再慢慢去買車子 一買一賣一買一賣 到今天 所以其實也鼓勵大家 任何的生意 任何想要做的事情 不要因為小事 然後就不願意去嘗試 當你嘗試以後 當你願意努力以後 其實總共可以達到一個 你沒有辦法想像的一個位置 因為任何人 你看他現在的樣子 可能他剛開始 都是從一個小小的店 慢慢慢慢一步一腳印 變成這樣子